全世界隐形戰鬥機的始祖是F117 那這個戰機其實據說大概十年前就退役了 但現在似乎是真還是假呢 說這個已經退役的戰機 根本沒有退役 又被抓包有出現 應該在執行什麼秘密任務 不能講吧 說真的 美國在2008年的時候就宣布 要將F117戰機除役了 為什麼呢 因為F117戰機 第一它的這個數量非常少 第二其它本身 這個飛機它本身是一個打擊戰機 而不是一個空戰用的戰機 為什麼呢 它是一個第一代的逆中戰機 而且你可以看 從它的這個飛機的外型可以看到 它本身其實是由不規則的這種幾何面 然後堆砌而成的 這樣的一個不規則的幾何面堆砌而成的一個飛機 這個飛機這麼難看 以前我們在朋友們在上飛機設計的時候 老師就講過一句話說 這個飛機如果好看的飛機 它就一定好飛 難看的飛機就一定難飛 弄在F117上面來說 也不能算錯 雖然說F117它本身有電腦輔助控制 也就Fly-by-wire來幫助它來進行飛行的控制 但這個飛機由於我們剛剛講的 它是有很多規則的多邊形堆砌而成的 所以它本身的空氣動力的特性 跟一般我們看到圓滑外型的戰機來說 真的是完全沒有辦法相比 所以它一定要在夜間 然後帶著炸彈藉由它的逆中能力 偷偷溜進敵方戰艦的後方 然後去把敵方戰線後方的 包括像作戰指揮中心或是防空的網 包括地對空的防空飛彈 或者說防空雷達等等把它炸掉 只能晚上飛 對擔任一個這樣一個踹門者的一個角色 那2008年美國空軍宣布除役以後 我個人也相信除役就除役了嘛 這飛機基本上很老 而且美軍有後繼機像F-22 F-22它除了能夠進行空戰之外 也能夠進行對地打擊 也就是F-22又能夠帶空對空飛彈 又能夠帶空對地的機載武器 那F-117它既然退休了 當然就應該退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這些年來一直不斷有傳聞說F-117退而不休 而且最近終於還讓一些航空迷給拍到了 也就是說有圖有真相嘛 既然有圖有真相 有影片有真相的話就代表 這一架F-117看起來現在還真的是退而不休 而且上週歐洲他們有個雜誌叫Scrumble Scrumble這個雜誌 他們派了特派員到美國去拍 就是美國的紅旗演習的時候 居然在美國死骨國家公園的山谷裡面 居然就拍到F-117戰機在那裡 進行穿山谷的這樣一個飛行 而且既然美國它現在把F-117拿出來飛給你看 也就代表一件什麼事情呢 就美國現在也不怕人家知道 F-117其實還在繼續使用的情況 那當然你說F-117為什麼現在退而不休呢 那當然有很多不同的陰謀論 有一種說法是F-117美軍 它其實雖然說整個機隊除役了 當時有做了50幾架60架飛機出來 而且每年拆掉4架 但是還是剩了一些飛機呢 他們讓它退而不休 然後讓這些飛機呢 秘密的派往這個敘利亞 然後執行空對地的轟大任務 對 因為以F-222來講 F-222它本身由於它的這個逆中外型 到目前來說它很多國家都還沒有辦法能夠真正的 精準的掌握到F-222的這個雷達訊機 因為F-222它出去的時候它一定會開那個RCS放大器 也就會把它的整個雷達訊機放大 所以呢如果說今天它要真的執行作戰任務的話 可能要完全一個逆中的外型 在這個情況下就有可能會被敵方真正記錄到 F-222真正的這個雷達訊機 然後他們去分析啊等等 就找出哪些時間點有一些不同的一些特別的這些擾動 然後從這些擾動去分析 後面居然又發生遭到襲擊的話 就代表這一定是F-222要幹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需要一個降低的一個低階的 而且也證明有效的一個飛機F-117來執行這樣一個任務 當然是有這樣一個說法 那但是呢美國我們其實也知道 就是說它讓F-117繼續作為這個使用的話 它其實有一些可能一些代表一些它在執行一些特種的任務 什麼樣特種任務啊 因為你看以F-117來說 它呢是一種第一代的逆宗戰機 所以它是用那個二維 也就是雙Two Dimension 也就是二維空間的這樣一個電腦去做出來 像現在F-222 F-35或甚至於其他國家逆宗戰機 是用三維電腦 整個把那個飛機的外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2D跟3D 一個你可以看到這個感覺好像星際大戰裡面那種怪怪的那種飛機 但是F-222就是一架真正外型平滑那個順暢的這樣一個現代戰機嘛 那它呢保留這種2D的這種戰機呢 第一也是讓美軍在進行一些測試 譬如說如果美軍的戰機碰上這種比較早期的這種逆宗戰機的話 它在雷達上的那個顯現的訊號的特色會是怎麼樣 那也幫助美軍進行一些特種實驗 譬如說F-16或F-15 他們現在也在測試新的機載的IRST 也就是前置紅外線或是紅外線的這個那個設備 那如果說上面有這種那個紅外線設備的話 再搭配去追蹤這種F-17 讓它雙兩個訊號相結合以後呢 讓美軍的這個戰機 未來對付其他國家逆宗戰機 效果可能會更好 那另外美國其實它長期以往 它像這種靶型業務 就是它其實有一些民間的這個公司 專門把一些泰國這個戰機買下來 然後專門做這種靶型的這種業務 當然以F-17這個等級這麼高 我個人認為可能不是交給靶型公司來執行 是由一些美國空軍或一些裡面那種特殊的測試單位 繼續留下來操作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下 F-17我們現在從現在所有的這個證據來看的話 它的確是退而不休 因為你看上前一陣子連影片都被人家拍下來了 拍下來這個過程中 F-16跟F-17在山谷中 前後這個追蹤 進行這個各種這個空戰的這個攻防演練 代表美國的確是把F-11太除了 但是卻是一架退而不休的逆宗戰機 接近來的那樣子 接近來的這邊 接近來的那些人